在刘备集团之中 有一个文臣值得一提 从他投靠刘备之后 就被重用 成为刘备集团第四号实权人物 只是有点可惜 他去世比较早 否则他有可能会成为刘备的脱钩之臣 完全取代李延的地位 他在刘备集团的贡献还是比较明显的 妻子也是一代贤臣 成为蜀汉王朝的丞相 他究竟是谁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董和 董幼崽 董和是刘章麾下的官员 典型的东周市 当年黄金起义 天下大乱 刘备入川之后 遭到一州本土豪族的抵制 这个时候的他就非常巧妙了 重用了从外地到一州避难的人 石南阳 三府民属玩家 毕地入属 燕自饶之 引为党羽 靠东周市 无论是刘备还是刘章 都比较对入川的外州人器重 也比较信任 刘烟父子就凭借着东周市 以及东周兵执掌一周二十多年 汉末 董和也避难 率领家族西迁 到达一周 被刘章启游 先后担任牛炳 江源县长继成都县令 成都县市大县 又是一周政治中心 由此可见 董和还是挺有才华的 当时的成都 因为战乱少 非常富裕 导致一周本土豪族风气盛行奢侈 经商之家 穿戴如同王侯 饮食玉叶穷江 到婚取丧葬时 几乎倾尽家才来铺张办理 这一点让董和看不下去 他以身作则 带头节俭 以严厉的理智规范他们这些土豪的行为 董和的主动 惹怒了当地的豪强 在刘章面前打报告 想让刘章把董和调走 可惜 董和却很得人心 被成都县几千百姓挽留 后来还升迁为一周郡太守 当上太守的他 也过去一样清约节俭 尤其是他在一周南部 总是诚心相待周围的少数民族 深受南方少数民族的信任和爱戴 董和在刘章那里备受排挤 却在刘备来之后 直接受到了重用 被拜为掌军中郎将 与军师将军诸葛亮 并属左将军大司马府士 因为董和不仅是东州市 更是从荆州南郡迁徙过来的 刘备的政治核心力量 就是来自于荆州 董和对刘备而已 更容易信任和青睐 三国制董和传先主定属 指和为掌军中郎将 与军师将军诸葛亮 并属左将军大司马府士 献克替否 共为欢交 刘备入川拿下成都之后 基本上形成了两套班子 其中之一就是汉庭中央体系的 左将军府 还有一个一周末的地方机构 当然权力的中心 还是以左将军府为核心 刘备集团的管理中枢 基本是以左将军府下达的指令 毕竟刘备最在意的就是 这个左将军这个头衔 当时的刘备是名义上的统帅 左将军府的具体事宜都是诸葛亮和董和监管了 对外治理安抚边疆少数民族 在内参与军国大事 基本上都是诸葛亮和董和为首 就这样董和成为刘备集团之中第三号实权人物 直到刘备称王设立上书台 代为法证为上书令 刘备集团的权力机构发生了变法 在逐渐开始为称帝做准备 刘备集团的实权人物开始 从刘备、诸葛亮、董和增加了一个 那就是法证 然而好景不长 董和去世太早了 董和究竟怎么死 具体那一年死的《三国之董和传》上并未有明确的记载 但从本传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诸葛亮在担任丞相后 告诫属下时便说 又董又宰参属七年 而董和是在建安19年刘备攻下 一周后才被征召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事 而诸葛亮与张五元年刘备称帝时任丞相 路上书是 董和也应该在此前已经去世 所以 综上所述 董和应该在建安25年去世较为合理 这一年 法证也去世了 并刘备十分感伤 一连哭泣数日 如果董和和法证不死 都可能成为取代李延 成为刘备的托库大臣 董和自己厉害 其儿子董宇 也非常不错 年少时 就跟费一在蜀中明文夏儿 董和去世之后 董宇也逐渐在蜀汉的官场显露出来 董和和费一都深得诸葛亮欺重 费一成为丞相府的参军 多次参与北伐 成为诸葛亮的左膀右臂 而董允 却被诸葛亮留住成都 担任为适中 监林虎坟中郎将 统帅宫中素为清兵 董允为人 恪守正直 从不高高在上 总是礼贤下士 加上他是非分明 于经常敢于匡政流产的不当行为 当时诸葛亮统兵在外 蒋婉负责处理成相府政务 而董允则负责在宫中匡扶君主 共同保持蜀汉后方稳定 诸葛亮死后 流产宠幸黄浩 搞得黄浩想专权 结果每次想有所动作的时候 被董允破坏 董允每每正眼力色的框剑流缠 多次责备黄浩 黄浩十分惧怕董允 始终不敢为非作歹 后来 费一为大将军掌管军国大事 董允以适中的身份 兼上书令一职 成为大将军费一的助手 成为蜀汉王朝的三号实权人物 延期九年 董允适世 在蜀汉市民眼中 董允与诸葛亮 蒋婉 费一并列为四英 是名副其实的蜀汉丞相 史蜀人以诸葛亮 蒋婉 费一及允为四相 一号四英也 华阳国志 有这样优秀的父亲 自然不难有优秀的儿子 你认为四英 诀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及四英 华中文字幕志愿者 本文字幕志愿者